欧美自由贸易区谈判 这个月8号已经启动 全世界前两大的经济区联手 打造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第五轮的美路双方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将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举行两天 聚焦六月欧习会上 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 埃及总统沐西被赶下台之后 总理到现在都产生不了 军方又被决定 又被指控射杀超过50名的示威者 政局持续的不稳 大家好 我是喜哲为 欢迎收看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美国与欧盟经历了近两年的筹备之后 8号在华府展开了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 也就是TTIP的首轮谈判 不过由于美国监听欧盟的丑闻 在日前曝光了 导致双方的关系陷入了紧张 法国总统欧兰德 对于美方的针尖举动极度的不满 一度主张要把谈判延后两个礼拜 但态度后来软化了 这使得谈判是得以如期展开 而谈判将分别商业开放 农产品市场 电子商务与投资 还有竞争政策等等议题 气策要消除美欧之间贸易跟投资的障碍 来设置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的贸易专家跟商业领袖都指出 谈判将对中国大陆构成庞大的压力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上 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 旺报的总编辑王挫中 挫中兄您好 哲伟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一开始就要请教的 就是我们刚刚所报道的 这个新闻里面的最后一段 就是有一些经济专家 还有企业的领袖 他们认为说 如果这一次的谈判进行的顺利 而且如果说真的谈出了些什么的话 有可能会中国大陆 对中国大陆造成一个极大的压力 我想这个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是美国单一的经济体 第二大的是中国大陆 但是如果以欧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欧盟它有几个大的经济国家 我们知道过去 所谓的七大工业国 我在节目中也跟哲伟讨论过 像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特别是德国 德国现在还是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 再像法国 英国 都是全球前十大的经济体 这样子的一个欧盟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如果这样算的话 也就是刚才哲伟一开始讲的 全球最大第一和第二的经济体 如果他们形成一个结合的话 他们的GDP中产只占全球的一半 那他们可以建立很多的游戏规则 特别是在经贸上 还有全球事务上 特别是全球经贸事务上 他建立一定的游戏规则的话 大家按照我的规则来玩 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 从过去这十多年来 特别是2003年 这十年 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之后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他希望说能够有朝一日 在全球的经济事务上 能够等量的 像他的身份地位一样 这样子的发源 一旦美欧之间形成的 这样子的一个TTIP建立之后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影响当然非常大 首先它的游戏规则 是由这一个TTIP来定 因为它全球第一大第二大 我占了一半 如果我的规范 还有我相关的规则 就必须要照我的规矩来做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汽车的 轮胎的 假设它的这个尺寸 是怎么安排的 对 我们说一些相关的科技的 一些规则是怎么样 那你要按照我的规则来玩 因为全球有一半的量在这边 所以这样子形成一个 对中国大陆在未来的 全球经济事务上 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我想这是非常关键 刚才哲伟也讲了 那这个压力 其实过去到现在一直是有的 那欧美 我们说美欧这两大 欧美这两大经济体 如果形成全面结合 在过去到现在 他们其实还有某一种文化上 就是西方文化上的一个 我们应该说共同点 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结合 从某些意义来 进一步压制的 我们所谓华人地区 或者是整个 我们所谓大中国地区的概念也好 进一步压制这样子的 一个经济的发展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好的 刚刚卓中兄您讲到了 就是美国跟欧洲之间 跟欧盟之间 事实上是有这个 共同的文化的根源 而这是中国大陆 所不能够相比 也没有办法相比的 其实不只是 是这个方面 尤其是在这个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比如说 这个前往中国大陆投资 或者是中国大陆 前往欧盟投资 像这样的一个双向的金额 它也远远的 没有办法跟 美国跟欧洲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 双向的投资金额来相比 我们看到的一个 欧盟的数据 就是说 美欧之间双向投资 大概都占了自己 总投资额的 30%或者是以上 但是前往大陆 投资的金额 我们不要看说 中国市场那么大 但是从欧洲 前往中国大陆的投资 只占他们全体金额的 差不多2.4% 换句话说 连接近三分之一的 美国 那真的是差了 天差地远了 另外一方面 就是中国大陆 前往欧盟的投资 这数字呢 也都是小得可怜 能不能就这一点的话 来跟我们看看 就是说 这两个经济体 相对而言 是不是都是比较成熟的 再加上您刚刚说的 文化根源 所以呢 他们之间相互的投资 较远高于一个 新兴的 正在崛起中的 中国大陆呢 其实刚才这位 已经很关键的 把数据点出来了 我们知道就是 欧美之间的 双向的投资的比例 是非常的高 其实过去一直到现在 这个比例是 一直维持的是因为 我刚才特别强调了 就好像 过去我们回想 过去李先总统 强调我们要北进 要东进 要南进 就是不要西进 那时候我们知道 在界级英勇政策的时候 为什么到最后 还是西进 非常关键的根源 就是因为文化 语言 生活的影响 因为对岸跟台湾 在语言文化生活上 它基本上是 没有很明显的隔阂 甚至台湾过去 往西进的话 它有它的优势所在 对 那就如同美国到英国去 它也没有什么隔阂 也许英国枪稍微重了一点 那在语言上 他们是基本是可以沟通 生活方式也是很OK的 对他们来讲 这样子的投资 会持续让他们 愿意在当地投资 也就是欧美双向 这个投资 为什么能长年地 维持那么高 就是这是一个关键所在 当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的话 台湾到大陆 亦是如此 那英国人 也许到美国投资 也是跟台湾人到大陆投资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子 在这两个经济体 如果真的能够成为全面结合的话 那当然对全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洗牌动作 严格来讲是一个洗牌动作 但是我们特别注意 但是还好的是 因为过去欧盟这些国家 各自都有一些它的独立性 而且的确西欧跟东欧 南欧跟北欧的这个文化也有差异 当然他们整体 过去我们说整体的这个欧洲的文化 如果说把它视为一个欧洲文化 它跟全球来讲 它跟美国的共同点是最近的 因为美国是传承欧洲文化的一个 过去在18世纪的时候 它是殖民地 那到了18世纪以后 它独立之后 它传承西方的文化 是最传承西方文化最精确 而且最完整的一块地方 所以这一种结合 对于欧美之间 在未来 在全球经济体的这个掌控来讲的话 它可以让美国 特别是美国 它可以继续的在掌控 也许一个世纪 两个世纪 所以我们说 如果这个TTIP 如果很明确的 完整的而且建立好 而且能够持续的运行的话 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 对 而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TTIP 当然在亚洲 在前一年或前两年 受到的关注并不多 而比较受到关注 主要是因为 美国在亚洲推了TTP 还有大陆的RCEP 可是一般本来是认为说 美国跟欧盟之间 他们尽管文化相近 而且彼此的关系非常地密切 但是如果要谈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可能会有所困难 但是现在听到的是 第一 两个经济体之间 他们想要合作的意愿非常地强 然后第二 现在已经真的开始进行第一轮的谈判了 第三 一般认为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可以相对快速地谈出一个结果来 而且被美国的国会 还有欧洲各国的议会所批准 您会不会对于美国跟欧洲之间 他们双方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意愿 让这一个自由贸易区谈判 能够谈出一个结果来 实实在在的结果来 感到有一点点意外 比如说我自己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意外 我想刚才哲伟提到 我觉得最关键的因素 还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 美国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因为发源地在美国 美国灰头土链 美国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复苏的状态 我们在2008年之前 美国经济的确是表现得非常好 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经济快速地走下坡 这几年是在养金失业在复原阶段 欧洲在面对的全球金融危机 它其实是更惨的 我们知道在之后的欧债危机之后 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引发 欧债危机的这个扩大化之后 我们看到不仅是欧洲 欧洲四国或五国 那整个欧洲其实受到影响都非常大 那包括 其实这里头还唯一能稍微持音保态的是 德国 德国 其实包括英国 法国 相关大的意大利 西班牙这几个大的工业国家 都是受到严重的冲击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看到 这些已开发的国家 过去视为全球主导经济的 这个已开发国家 包括美国和欧盟 这几个国家 他们因为在这两个冲击 欧债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 他们会有危机感 那他们觉得彼此之间的结合 来面对逐渐在窜起的 金砖五国也好 或者是发展中的这些强大的经济体 未来我们看到很多统计数据 让这些欧美的这些经济界 或政治界的这些领导的精英 他们一定会看到这个数据 中国已经串到第二了 印度可能很快就跑到前五名了 俄罗斯又恢复昔日的光荣了 巴西也快速的前进 南非也要挤进全球十大经济体 当他看到这种数据 一个一个在呈现的时候 过去传统的七大工业国 七大工业国除了传统是 日本在亚洲之外 其他六个都是在欧美 对 那传统的这个G7 现在变成G8 加了俄罗斯 那G20 那过去G20之后再发展 然后变成G2 那就是中国跟美国 那在这种态势下 我们也很明确地看出来 当然这些欧美的精英 会有这种击破感 所以也促成 就像泽伟刚才讲的 让他们之间赶快去谈判 这个TTIP 或者是说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赶快签订 来恢复过去 他们能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 这个主角的角色 我这边看到有几个数据 还有这个事件的发展的可能性 相当有趣 比如说第一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说这个贸易协定谈成的话 我们晓得欧洲的这个药品工业 是相当的发达 制药工业相当的发达 现在所有的药品 如果要在美国上市 它都要经过FDA 这个长时间的 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长时间的这一个试验 还有批准的程序 可能要这个一年两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现在如果说这个欧洲的药品 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妥协了以后 只要在欧洲测验过的 就不用经过FDA了 换句话说 它马上就可以进入到美国的市场 当然我们晓得 现在大陆的这个生化科技产业 还在起步当中 但是如果说起步当中的时候 就已经碰到了另外一个成熟的 这个对抗者 或者是一个竞争者 它根本是没有障碍 就可以进到美国市场的话 那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产品 这个药品来讲的话 这个产品的这个打击 当然会更大 我们还有看到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农产品 我们晓得欧洲跟美国之间 在这个农产品里 中间是有相当大的旗舰 还有什么香蕉大战等等 如果说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旗舰 也开始大幅的降低的话 这对不管是美国进口到大陆 或者是大陆出口到美国 可能也造成了另外一个 相当高的这个关税壁垒了 是 刚才周围提到非常关键 我们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它里头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因为其实过去中国跟美国 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这个关税 都其实并不高 因为他们也都是全球 要倡导自由贸易体的这个 最大的这个西方的两个经济体 就是一般对彼此之间的关税的 这个要求也不会高 欧盟已经形成一个关税 自己的一个关税领域了 那进一步的降低 当然这种实质上不会说太明显 但它有很大的意义 刚才特别哲伟讲了 就是说我们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两边的市场准入的门槛 进一步降低之后 从某些意义来讲 他们是不是结合成一个 单一的大的经济体 那这个经济体的未来 它让这些新兴国家 你要准入的话 那你要用很高的代价 或者根本就排斥你 那进一步他们如果说发展 我们知道现在是这样子 全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竞争 越来越激烈 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大者恒大 我想韩国的Sansung 是一个很标准的例子 当很多人批评说 韩国现在的这个经济发展 它有一些问题 它的国家有百分之 前十大占了国家的 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产值 那当然这有很多的批评 但是它毕竟是成功的 我们看到韩国这些年来 它发展大企业 它已经夺下了 它是全球电视 像全球电视生产最多的是韩国 主要是韩国来生产的 它的汽车都跑到全球第五位了 这那么小的四千多万 不到五千万人 五千万左右人口的国家 在过去还经济发展 比台湾落后的 它这些年发展大的企业 假设欧美这些跨国公司 进一步的扩大 而且他们这个市场 从某些意义来讲的话 他们的阻隔越少的话 但是这两个经济体的 这个跨国公司 或大的企业的发展 它就可以真正 当它成熟之后 就可以主导全球 我们知道现在一直在强调一点 中国大陆的 因为它逐渐会形成 全球最大的市场 逐渐会形成 也许在五年 十年后 它当它全球最大的市场的时候 它可以培养本土大的企业 那一旦这样形成 其实对欧美来讲也是有威胁 我们说现在很多台资企业的 共同的感觉是 我只要在中国能够立足 我相信我在世界上 也可以立足 那现在如果说 美欧这样子的一个 经济体形成的话 其实只要在他们这里 能够成型的大企业 它一定能主导全世界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 对于中国大陆 不单纯是刚才哲伟提出的时候 会发出一个警讯 那对很多欧美的产业来讲 他们其实也希望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我相信一般的讲法 这个TTIP会可能两年左右 就会 就是等大家谈的差不多之后 就签订 说明进一步会加速它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进一步的威胁到 以开发国家的 这个生存的条件的时候 他们会加速它的速度 好的 在广告之后 我们还要来看的是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SNED 也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 将在明天 于华盛顿展开两天 第五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将在美国当地时间的 7月10号到11号 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举行 而对话将由大陆的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还有国务员杨洁篪 同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John Kerry 凯瑞 以及财政部长路杰克 来共同的主持 这次的两方将主要讨论的议题 是在经贸方面 一个是扩大贸易 还有投资合作 还有一个是促进 结构性的改革 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其中还包括了 金融监管的改革 以及加强跨境监管合作 等等的议题 而在正式的对话召开之前 双方也先针对这网络安全 召开了首次的小组会议 由于最近香港政府 是放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 前委外人员的史诺登 让两国陷入了紧张 所以网络安全的议题 这次将会成为外界的关注焦点 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 反而并不是这个SED 两国之间会谈些什么 而是这一次出席的人士 这一次可以说是汪洋副总理 第一次代表大陆方面 跟美国的政府的高官 财政部长和国务卿 进行这第五轮的 战略与经济对话 当然我们讲的 国务委员杨洁篪 他过去以外交部长的身份 这样的对话 已经参加过前四次了 您认为汪洋 他这一次参加这个对话 有没有什么显著的意义 我想这一次是象征中国的第五代领导人 正式的跟美国展开的政治经济的对话 因为过去习近平在去年上任之后 他也做了特别在今年的政府的人士部分 在今年的三月做了调整 所以我们一般的认知上 这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是四个人都换 那过去是战略的对话 战略对话 过去是由戴炳国 戴炳国 就是原来的国务院 中国的国务院的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 戴炳国 来跟美国国务卿来进行对话 希拉蕊 希拉蕊来对话 那新的财长 那个Joc Lue 跟现在的 负责分管金融方面的 国务院的副总理汪洋来对话 那过去是这个王岐山 那美国的财长也换人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变动 当然外界都要看他 新的这批人怎么去沟通 那我们知道这一种战略的对话 对于未来中美两国的这个脚步来讲 合作也好 或者是中美双方在应对 全球经济或战略事务上的 这个关键是非常关键 那我们知道过去每年 双方进行的这样子的战略进行对话 外界都是给予很高的这个关注 那我们看到这次因为新人上来 那他们的谈判的这个风格 就是双方的这个风格 会不会有一些差异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 但是我们看到汪洋 因为我在94年就访问过汪洋 1994年的时候 那时候汪洋39岁 非常的年轻 也是最年轻的常务副省长 在安徽省担任常务副省长 那是印象非常深刻 是他这个非常敏锐 对数字是非常敏锐的 那汪洋在 在朱镕基时代 其实就陆陆续被拔着 然后再到国务院 他虽然在省 省里头历练之后 到国务院当这个副 副秘书长 然后再到 再下方到广东 先到这个四川 先到重庆 对 重庆 再到广东当省委书记 那汪洋在广东的表现 当然是可圈可点的 当然面对这个 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那广东的经济发展 并没有明显地受到 很大的打击 那后来在新的这个政府 新的一届的这个政府换解之后 汪洋担任副总理职务 那当然外界就看到这一个 他非常有可能 在19大的时候 成为政局常委的 也许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但是他毕竟在过去 汪洋一直是被视为 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看他 在这次中美战略经济 对话谈判的时候 可以看得出他的这个 风格是怎么样 那当另外一个杨洁篪 这也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他曾经 当过中国的外交部长 那这次进一步的 在这次政府换解之后 成为国务委员 而且分管对外的国务委员 包括对台 所以他在整个地位 身份地位 这个官职在提升之后 那他接替这个老的 这个外交官戴秉郭 然后跟美国来对谈 其实杨洁篪 本来对美国事务就很显熟了 所以在这次操作上 刚才哲伟提到的新人里头 我们严格来说 他们面对的都是老问题 中美在战略和经济对话的问题 是持续的老问题 那这个新人面对老问题 当然我们看到 他们的解决方式 但是他们的经验都是够的 对 而讲到这一次呢 这个双方要谈的议题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网路安全 尤其是呢 这个美国在这次的习欧会 他们在这个加州的阳光庄园 见面之际 刚好就爆出了使诺登事件 这也给外界认为说 这个美国呢 他并没有什么道德的高度 来批评中国大陆 进行所谓的网路间谍活动 因为美国人自己也在做 不过呢 在六月初的时候 双方已经同意 就商业部分的网路间谍活动 要举行一个工作小组 而且这一次 尽管呢 这个使诺登事件的阴影 仍然是相当的庞大 但是双方似乎就商业间谍 这个部分所做的小组会议 它并没有明显的受到影响 能不能告诉我们 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想这一次 该泽伟特别提出来 这是习欧会之后的 双方在习欧会也表示 会透过双方的这个平台 其实就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 这个平台来做一些协商 但是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这个网路安全机制的建立 会形成一个 就是两边中美之间 其实心里 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 美国非常清楚 觉得其实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中国一直在对美国 进行相关的这个网路的攻击也好 或者是网路的窃取相关群之也好 那中国的认知是觉得 其实全世界国家 你美国搞不好比我弄得更凶 那我们知道特别这个 刚才周围提到的 这个史诺人的这个事件 那全世界都看到 其实真正最厉害 而且真正监听最多的窃取 也许它监听的时候 从某些意义来讲 就是一种窃取 那最厉害的是美国 那双方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彼此会各说各话 而且我个人觉得 这个网路安全机制的真正的建立 其实以目前来讲 双方只会形成一个表面形式的这种做法 但是真正还是各个 两边的各自的部门 其实还是持续会做下去 因为这一头牵涉到了攻击和防御 我们知道现在网军都是走在最前面的 在两国交锋的时候 网军走在最前面的 有一些 特别是商业方面机密的 如果说是商业的这个窃取 那牵涉到了世人 也有可能是政府行为 是 我们不能排除说 中国现在在我们说西方国家里头 它积极要窃取一些相关的这个 透过各种方式 也许不单纯是网路 各种方式来窃取军事的这个技术 其实一直在持续的 不单纯是在西方 中国可能在这个东欧国家 我们甚至说这个俄国 都有很多相关的 但是同样的 美国也有非常多的这个 相关的政府部门 或者是透过企业 私人企业的方式 来获取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 这个我们说高科技的发展也好 军事武器的发展也好 这个东西是不会停歇的 只要是谁要求发展 谁要求进步的话 必然面对这样子 这种态度是基本上是确立的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Cyber Security 也就是网路安全的部分 我们现在再来谈的另外一个 想要请教您的就是 实际上的区域安全的部分 在这一次除了要讨论经济问题 讨论网路安全以外 还会讨论的一个就是 北韩议题 北朝鲜议题 那请问您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架构 来去看这一次的这个北韩的问题 尤其是呢 这个最近两韩现在又开始进行了一个 为了开成工业区重新运作 而举行的一个初步的对话 我想现在的朝鲜半岛的这个危机 在经过了4月5月宣腾议事之后 已经获得了解决 那目前这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有关朝鲜半岛的这个危机的问题 双方其实也有共识是 美国会进一步的要求 中国尽快加强对北韩的影响力 把北韩拉上六方会谈的谈判座 这是非常明确的 以现在来讲 北韩在经过了大概这两个月的 这个闹了这一阵子 大概也了解到 他现在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调整很关键的就是 北韩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 现在有明显的转变 我们知道就经过这段时间以后 甚至我们觉得 这个六方会谈的启动 可能会很快就会开始了 所以这个心态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假设我们把这个大陆 跟北韩的关系 视为父子关系的话 原来这个孩子呢 可能是桀骜不逊 那看到了爸爸在那边 但他不管他自己是闹他的 但是这个习近平上来 然后用这个加法 好好的整治了一下这个北韩了以后 北韩现在对中国大陆 就对这个父亲 他的这个尊敬指数 可以说是大幅的提高 我想最关键的还是北韩内部 现在以目前看来 我觉得金正恩的这个 在这一年左右的涨钱之后 应该算是稳定 如果不稳定的话 今天态势也不会是这样子 那当然他在这些动作里头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 就是说造成中国的困扰 现在不知道 但是目前很明确的是 北韩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 在明显的 别于在今年4月5月之前的这种态度 那中国也觉得 在六方会谈的这个谈判 如果透过多方的这个努力的话 那应该是可以达成 让北韩上谈判桌的这样子的一个 关键的因素 好的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讨论SNED 也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 欢迎锁定时事求是 带领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SNED 也就是第五轮的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有一个部分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 就是除了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以及北韩问题以外 还有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 现在美方似乎是想要相当的了解到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新界 换界的这个执政团队上来了以后 对于整个经济政策 是不是有一些修正 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乃至于有一些的调整 我想现在非常明确的 大陆前段时间的这个钱荒的因素 就象征李克强希望把过热的经济 适度的做一些冷却 那当在中美之间 那美国关注的还是贸易的问题 最关键的是中国对于美国的贸易的 严重的这个出潮 那关键还是汇率的问题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 因为美元逐渐走强 这个QE要做退场 那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 人民币对美元 但是没有明显的辨值 那当美国的看法 人民币在未来还要继续升值 也就是汇率这一块 美国跟中国的认知 一直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差距 其实中国现在在想 你QE要退场了 美元逐渐走强 我们看到周边的亚洲国家的货币 也逐渐对美元都是疲软的 但是人民币并没有 而且按照美国的想法 是人民币还要进一步的在贬值 那觉得中美贸易的这个逆差 很关键的是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这是长时间中国对于 中美贸易之间很关键的问题所在 但中国非常清楚 它不能像日本一样 像日本在80年代一样 如果说它的这个币值 大幅升值的话 对于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来讲 它会走向日本的这个后尘的 日本算是一个非常 有一个对中国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潜力 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美贸易的这个关键的问题 在经过了多次的这个 不管是战略经济对话 或者是双方的这个财经 我们说这个财经界的 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会晤 甚至是G2 或者是在国际场上 这种问题目前都没有解决 那中国非常坚持 其实中国也必然要 做这样的坚持 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 中国说它有很多理由 尤其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当然从某些意义来讲 中国现在也逐渐让人民币 逐渐市场化 但是这个要有个过程 人民币的确没有完全市场化 但它如果说完全市场化的话 进一步的 就是说人民币汇率 如果大幅的升值的话 对中国来讲 这个影响是太大了 中国经济可能会产生 致命性的影响 而且中国经济的这个结构 还有它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 不像日本那么成熟 它甚至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比日本还惨的 我想基于这样子的观点 中美在贸易问题上 其实它可以周边的一些 相关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相关的金融合作 或者金融监管机制的这个建立 其实这就是自为末节的 最关键还是汇率的问题 您认为现在我们看到 美元开始走强了以后 亚洲的货币开始相对的走软 那大陆尽管是操纵汇率的国家 但是现在美国希望 大陆的汇率能够变得更强 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 就诚如初初中您所讲的 但是为了大陆的本身的 相对的经济的出口优势而言 您认为人民币相对于美金 有没有可能稍稍的 微幅的贬值呢 我想以目前来看 还没有明显了 当然我们知道周边国家 一些货币都已经开始贬值了 那美元因为QE的关系 QE要退场的关系 美国现在很明显的 适度的在做强美元 但是按照道理 人民币应该就要贬值了 但是人民币目前对美元 没有明显贬值 我们说的现在 人民币到目前为止 它未来的走向 今年可能还会 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按照道理 美国还希望它再进一步的 你升值5% 7% 都OK一年这样子的幅度 但是我们最近 在大陆参加一个活动 上海非常有名的学者 胡海鸥他就明确的讲 他觉得人民币已经到了尽头了 就是人民币的目前的 升值已经到了尽头 未来人民币会持续走向贬值 这头有几个因素所在 也就是说现在的观点 美国和中国观点差距很大 其实中国现在很多竞争 他不是说真的因为 中国汇率走强了 会日本后程这样的考量 而是整个中国大陆 经济发展的考量 第一个 中国现在出口面临 严重的这个挑战 那外汇外资的进入 就逐渐的减少 这是必然面对的一个挑战 因为用工成本增加 土地成本取得增加 那自然的会造成 它生产成本的全面 还有这家人民币的升值 过去已经升值很多了 但它生产成本的增加 那这种态势的发展 必然会造成 未来人民币 人民币可能在对这个美国 对我们说整个 对相贵的 对美元也好 对全球主要货币 它应该是要开始 逐渐的贬值 那当然里头还包括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 可能不会那么持续的 这样高成长 通过过热 就是经济过热的情形 会逐渐降温 在这几种态势的发展之下 必然人民币会走 就是应该要开始 走贬值的这条路 好的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还要来看的是 埃及的政局 现在是非常的不稳定 有超过50名的 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 埃及示威民众 被军方 据信是被军方 开枪击毙 埃及的政局呢 现在是持续的在延烧 在军方霸出了穆西总统之后 支持跟反对的群众 他们继续的在街头上 有不少在开罗的人呢 他们包围了军方大楼 但是被武力镇压了 有超过50个人被击毙 另外呢 这几天 也有上千的人受伤 这首都是弥漫了 一股紧张的气氛 军方开火呢 驱赶抗议人士 也占领了解放广场 而原来呢 临时政府所属于的总理人选 也就是资深外交官 和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埃巴拉迪 他是因为穆斯林派系的 强烈反对 最后没有被任命 而埃及政治僵局 现在难以解开 各界担心 他走向内战的可能性 会不会越来越高 开火街头枪声大作 抗议民众躲得躲 逃得逃 就怕被榴弹击中 丧命街头 据方把枪口对准 前总统穆希的支持者 短短一个星期 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亡 要让大家知道 再多的选票 也敌不过枪杆子厉害 反对穆希的民众坚称这是革命2.0 但是对支持者而言则是民主严重倒退 一场政变严重撕裂埃及社会 两派人马引爆冲突 互相攻击 烟消位十足 军方趁机大动作整肃 数百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 锒铛入狱 没有坐牢的也得躲躲藏藏 整个国家几乎走向内战边缘 原本临时政府打算任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埃及反对派领袖埃巴拉迪担任总理 在其他派系强烈反对下只好作罢 目前仍然悬而未决 凸显出军方力图在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 寻求共识所面临的挑战 只是埃及模式的破灭 已经重挫中东的民主道路 纯粮新闻 战力报道 我们看到有的国家 如果说政府在执政完全失效的时候 失序的时候 国家会变成内战 但是您认为在埃及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军方一直是这个自立于宪法 和自立于国家机器以外的另外一个体系 您觉得埃及如果说 政局再怎么样的混乱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内战的国家吗 我想目前 濒临内战的情形机会是非常大的 当这个内战也形成可能是某种意义 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 不是一种两个派 像叙利亚这样子的模式 但是埃及现在两派的人士 原来的反对派现在变成执政的 也就是掌握政权的 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看到画面是 很多军方人士现在在跟原来的执政 执政者 就是穆希的执政者在做对抗 但是原来不是这样子 原来是穆希的反对者 在跟军方在做对抗 特别是警察军方这一线的人 但我们可以看出来 军方做的转向很明显的是 这一次关键穆希下台的关键 是 那从另一些意义来看的话 埃及从过去 从沙达特时代 穆巴拉克时代 到现在 即使穆希上台之后 军方还是掌握了这个 关键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关键点 是 他如果要支持谁 谁就上台 他要否定谁 谁就要下台 穆希并没有得到军方的支持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埃及的军方背后是谁 美国 对 因为埃及长时间 接受美国的援助 所以军方严格来讲 在阿博世界里头 都把埃及军方视为亲美的 因为我们刚才知道 六日战争之后 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后 埃及丧失了西奈半岛 对 那之后我们看 雅士士战争之后 透过美国的协调 第一个出来跟 跟以色列握手了 阿博世界的大国 就是埃及 那埃及也把西奈半岛 收回来了 那也看到 从某些意义来讲 埃及被视为 美国在中东的一个 稳定的力量 是 那很多人在讲 是不是军方 因为跟 是亲美的关系 他们不让 穆希继续执政 是美国不想让 穆希继续执政 但是非常讽刺 穆希是透过 民主的方式 把独裁在一年前 穆希是在一年前的 6月30号上台的 他透过这个 所谓我们过去的 视为中东的 这个茉莉花革命也好 或者是民主的 茉莉花革命之后 埃及经过 把强人政治 穆巴拉克推翻之后 然后穆希这样子 获得了权力 选举上来成为总统 短短的一年 结果 现在军方又把它推翻了 那 就如刚才哲薇提到 其实很多人在 看到埃及现在的情形 就开始考量了 就是说 这个茉莉花革命 到底为中东的人民 带来了什么 埃及 会不会就此陷入内战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经历过 民主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 在传统上 他们在发展非常长的时间 他们有一定的支持群众 那这些现在 他们变成反对派人士 那他们过去 也是反对派人士 那他们长时间 跟执政者做一些对抗 那如果说 现在他们觉得 可以透过民主方式 把他们自己支持的人上台 结果现在又被军方 推下来之后 那他们可能持续会 长时间的影响到埃及的稳定 好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要请教的就是 美国政府一直到目前为止 他们都非常的小心 避免说这是一场军事政变 但从您的标准来看的话 您认为这个军方 霸触沐吸这样的一个举动 它算不算是一个政变 我们看到 就是反对沐吸的民众 这不是政变 这是革命 其实是有差别的 政变严格来讲 就是你透过了 不是正当的手 就说不是透过选举的方式 把政府更替掉 那革命是完全抹掉了 完全我是改朝换代了 那他们觉得这个是 莫尼花革命之后的 革命2.0版 就是新的一個版本上來了 也就是說革命和政變 美國沒有表態的 美國現在只強調幾點 第一個 人民有示威 就是說或者示威權 就是說結社遊行的自由 同時也強調要有和平的方式 美國只強調這個 他沒有被這一次穆西下台 做任何的一個定性 假設美國定性這是政變 代表穆西下台是透過 反對黨是透過反對者 是非法的方式 那軍方就是奪權了 如果說這是一個人民的革命 那的講法又不一樣了 所以這是非常吊詭的 以目前看來 美國的態度 我們其實美國沒有表達反對 就是說軍方推翻穆西 從某些意義來講就是支持 但是這個殘局要怎麼去收拾 當然我們知道穆斯林兄弟會 你要回收他過去 他是遜尼教派 也算比較溫和的 如果說跟實業教派來講 他是相對比較溫和的 那美國覺得是可以 就是說他可以掌握 但是經過過去一年 我們看到經濟發展不順遂 但是說實話 一個發展中國家 在政權更替之後 一年很難去看到它的成果 關鍵還是過去的 所謂的埃及的威權體制時代的相關 包括軍方最高法院 相關的一些政府的高層人士 穆巴拉克下臺了 他們還繼續在位 特別是軍方的將領 我們看到這一次 國防部長西西 他是掌握了軍權 關鍵是他跟內政部長 幾個官員 一些原來反對穆西的 政府的閣員裡頭 也都辭職了 然後他們掌握軍權的人 還有掌握內政的 內政和國防部長聯合把穆西 決定把他圈禁起來 他現在應該是被關押起來 也許被囚禁在哪個地方不知道 穆斯林兄弟會這些支持者 他們過去能投票 能當選 也就是說他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而且嚴格來說 還有滿強大的民意基礎 不然他不會當選 穆斯林兄弟會的確 他們在過去一年執政 說穿了就是 兩個權力的交替頭 他沒有把權力的更替 沒有處理得很好 當初穆西議員時間太短 更關鍵還是軍方的態度 如果說穆西他政權穩固之後 他會不會對軍方做這些動作 軍方會擔心的 但是現在這種情形是 反對派又不能推出一個 符合眾望的一個 我們說現在的 就是把穆西推翻的反對派 推出一個符合眾望的人 來接任這個總統的職務 原來穆斯林兄弟會支持的 這些群眾裡頭 他們又希望說能夠有機會 把穆西拉回到檯面 他繼續當總統 但是以目前看來 軍方的說法 他要半年後重新選舉 我想這半年第一個 能找到適合的人上來 能維持擔任臨時的領導人 這半年要準備選舉的期間 一定又是動亂平人的 彼此對於整個認知已經不同了 現在的兩派人士 其實軍方現在也很為難 軍方嚴格來講 他現在想說維持秩序 大家都知道他偏向反穆西的陣營 那現在支持穆西的陣營 和反穆西的陣營 民眾已經先衝突了 那軍方又正在穆西 支持反對穆西的陣營裡頭 那反對穆西的陣營的人 當然不會相信說軍方有心 推動半年後的民主選舉 對 我們提到了這個 不管這個人民 他是在什麼樣的政體之下 當然就是能夠希望過好日子 那如果說經濟發展 跟這個民主政體之間 哪一個是重要的話 這還真的是有點難選擇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埃及在兩年前的茉莉花革命 他們選擇了民主 但是現在看起來呢 就是他的民主並沒有達到目的 而且他的經濟發展 似乎也是 我們不能說是失敗 但是畢竟是反而比革命之前 還要來得差 對 我們知道在發展中國家 都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當他 發展中國家過去 很多是威權體制 或者不管是軍方掌權也好 或者是強人掌握政權也好 當他們一解體之後 其實能夠順利的 從民主體制裡頭脫 就是按照民主體制走出來 然後經濟能夠發展順利的 我們幾乎沒有看到 也就是說非常少 有發展中國家 能夠順利的過路到 這個民主的體制 那中東的茉莉花革命 給大家很多啟示 我們看到相關革命成功的國家 目前大部分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 是 政治就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狀態 也許有的領導人上來 但是他不是那麼穩定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要能夠持續 那很關鍵還是要政局的穩定 茉莉花革命到底為中東民眾帶來什麼 埃及是一個非常諷刺的 埃及在可見的未來 他一定陷入的這個動盪的時間會拉得非常長 那經過了這一次穆希這個下台之後 民選的總統被拉下台之後 我們當然可以看到 在未來埃及的經濟發展也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您認為這個美國有沒有可能會容許埃及陷入內戰 就成如您剛剛所講的 第一這個埃及的軍方是美國人所挺出來的 第二這個埃及的軍隊親美 也是美國整個中東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環 第三如果真的有所謂的內戰的話 您認為這個內戰大概會是以什麼樣的形式來呈現呢 其實我們知道 假設這些穆希的支持者 走向這個類似賓拉登的這個 或者是我們說這個基地組織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激進的阿拉伯的恐怖組織的方式 那當然對埃及政府來講 就新的上任也好 或者是對西方國家 他希望埃及能夠成為中東穩定力量的 這樣子的一些人士來講的話 這種當然是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其實基地組織成員最多的是埃及人 這是非常有意思 埃及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們是很有理想 埃及是個大國 他應該講人口在中東算第二多的 在阿拉伯世界算是最多的國家之一 但是如果說非洲來講他算第二多 他僅次於那個奈及利亞 奈及利亞有一億多人口 埃及有八千多萬人口 埃及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因為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 他們會去參加基地組織 然後會去參加很多的一些 過去在反西方的一些組織 那現在他們自己本身 因為過去穆巴拉克威權時代 他是把這些人趕出去 現在他這裡也有很大的溫床 所以西方國家非常特別是美國 絕對要把埃及問題處理好 不然他原來最大的穩定力量 變成最大的一個反抗力量 就像以前的伊朗一樣 那您認為如果是像伊朗一樣 他有沒有可能就變成完全的一個 從西方角度來看是一個反動國家 對 那就標準的對 又是一個他們視為流氓國家 如果說埃及也是這樣的一個角色的話 那美國非常頭痛 以阿問題也會持續這個 如果又要發展核武的話怎麼辦 對 那就對整個阿勞世界 跟以阿之間的衝突